我一直在叫我随时要闪婚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不错 好的稳定发展的对象的话 就也不排斥 曾婉婷大方回应感情室 对于婚姻很有憧憬 可被周刊直击 身边多了一名虎花使者 常常开着冰事车来接送她 这名冰事男不但体贴 还连续两天接送曾婉婷回家 两人跟朋友们有说有笑 一起共进晚餐 遇到下雨天 也贴心帮女神撑伞 但究竟冰事男到底是何方甚甚 所以她也不是中南部的人 然后更不是土豪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然后小康家庭白说起家 自己做一点小生意 只是这样子而已 曾婉婷表示和冰事男 是透过朋友介绍 才认识三个月而已 当时被周刊拍到进出曾婉婷家 是因为要帮妈妈蒸酒拔罐 看来相当得长辈的心 她也坦言还需要时间观察对方 不过女神笑容满面的表情 都不能看出对冰事男很有好印象 完全郑重曾婉婷的理想条件 孝顺然后要很贴心 然后比较是 像我现在在家里面 就是家庭的重心跟依靠 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以后的对象 也是可以让我依靠的这样 如果真的有进阶到稳定的状态 一定会让大家知道 不过能收服女人的冰事男 正是身份女神守口如瓶 说要保留一点空间 三星文总报道 ��辦 横 囡 继续 互